台股今天开低之后拉了一下尾盘 今天看起来会不会弱呢 其实外资在今天的落跑让我有一些担心 因为现货又卖了121亿 但是期货今天多单又增加了 而且增加了还不少 外资今天期货多单增加了2398口 把目前台止期多单水位再度垫高到19336口 看多吗不见得来看到价差 原来这一来一往之间 外资的多单增加很有可能 只是为了图这个价差 好那外资的买卖超能不能看出一些端倪来 石本老师我们要请您上台来 先看今天外资买超的个股当中 买台气银买群创买航运 友达群创又名列前史名了 汉翔 盛达 上一落淑方老师讲的盛达 雅力 雷虎跟台船 淑方老师我先问 群创友达外资一直买 投信一直买 现在就打算全力做多他了吗 其实我们在上很久以前就说过 这个台币股市呢 这个时间点外资有回补股票的压力 群创跟友达呢 就是之前他借券卖出非常多的一家公司 那最坏的情况过去嘛 所以他本来就要回补的一个压力 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因为群创等一下会带到 我们先来看一下2409的一个友达 我们可以明显发觉到 这一波友达他的涨幅是比较落后 整个一个群创的 也就是说站在这样的角度 你看他这18.95还没有站上 群创已经在右上角了 那原因是什么 如果说你是站在殖利率的角度 他的殖利率不错 也就是17.5 我们在之前就跟大家讲过17.5以下 你用力买 那现在他必须要放量 也就是以他今天的量18.95 他供过去比较增突破 他必须有效性的突破要去放量 所以友达如果看到他放量 去供过18.95 那个时间点就是代表友达整个大底 他就会完成 OK好 这是友达 然后群创我们等一下讲 那外资今天除了买这些 而且群创是外资投信同买的 今天有一些个股是外资投信同卖的第一档 智原 我们刚有提到 但是没有提到智原的操作策略 今天外资跟投信同卖 为什么呢 这么操作 他们同卖的一个原因就是 因为第一个智原 他其实呢 他是少数 我们说大家可能把矽智材 都觉得矽智材跟AI都有关系 或是矽智材都一样 其实错了 台湾的矽智材里面有两家公司 他是跟金元代工的报价息息相关 一个呢就是智原他跟联电 成熟制成的报价息息相关 一个就是力旺跟台积电的报价息息相关 所以大家可以发觉的出来 联电明明去年EPS很好 大家也知道他绝对是高值率的概念个股 可是为什么联电涨不动 就是因为成熟制成的报价 今年松动了 比如说大家刚刚谈到 我们刚刚整个汉城谈到 天狱在涨什么 IC设计在涨什么 就是整个成熟制成的价格便宜了 所以你的利差就会扩大 所以这个个股上面 今天跌破了五线 又跌破了月均线 那很简单 就是不能够破了整个季均线 不然我觉得这一档个股上面而言 它是有一点点正在转弱的现象 OK 好 就是智原说到了联电 联电今天有最新消息 公布了去年要配发的股利是3.6块钱 创了26年以来的新高 所以算一算我们来看一下联电的K 3.6块钱去除以今天的收盘价 大概是49.55块钱 主要你殖利率有7% 对 我觉得联电跟所谓的一个货柜个股 大概都一样 当然货柜个股会衰退的很多 联电它只是报价的一个下滑 那现在就看未来中美贸易战 你要打到什么样的地步 因为大家本来期待成熟制成会转单给世界先进跟联电 可是现在看起来中国大陆可以买得到二手的成熟制成的设备 所以我们再去看 不过我觉得这档个股本来殖利率高的个股 非成长型的个股 就越跌殖利率越高 那拉回的时候呢 因为它现在跟大盘是一模一样 所以一样你就是以这个区间 OK 到年限之间 就是到年限之间 就是缺口到年限之间 如果喜欢这个是不是一个缺口 到年限之间 这边呢你可以考虑是做所谓的殖利率投资的一个方式 但是它股价不大会飙 所以even今天公布了殖利率有7% 会不会发动一波大家对于殖利率期待的反弹行情 有没有机会突破 因为横盘整理已经和了这段时间了 如果它今天公布是7% 它又是成长型的 那大概就飙上去了 可是问题就是它今年会衰退 那它殖利率7%它会涨 但是它是属于温股 OK好 如果有殖利率又是成长型的 有机会标一下 我们问您整理出来 除了连电之外 目前为止已经开始公布 去年配发股率的雨瞻也是7% 光宝科6% 星星赋顶刚刚提到的智元 台速南亚都已经公布去年的股息 殖利率是这样子 谁有机会 因为公布出来的殖利率不错 可能会有一波抢买的买盘 其实我个人是比较喜欢 你殖利率有机会 股价也要涨 就像金融个股 大家都说殖利率很低 我刚刚金融个股殖利率很高的时候 股价都不会涨 你没有发现吗 它只有殖利率很低的时候 股价才会涨 那这里面 因为这两档是固定的 它每一年殖利率都很高 都是模范生 都是模范生 所以你看它的股价 我们就以2301的光宝科 你看它长期的图形 我打给大家看 就是这样 8271的一个雨沾 就是这样 所以你长期的模范生 那基本上它的股性会比较温和 可是站在一个比较保守的立场上面而言 因为我说他们是长期的模范生 那你买这种个股 你也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OK 好 就是上市公司公布了去年股息 最新的消息 都给您做参考了 进入这一楼的大主题 最近有一些人气股 我就看会不会一路的飙上去了 很多人想要进场找不到时间 淑芳老师教我们 可以用一些眼高手低法来进行选股 什么的逻辑 对 我们先跟他讲什么叫眼高手低 眼高手低不是说不好 主要是说有一个个股 他是指标个股 他涨上去了 一个是他股价位阶太高 你追不下去 你买不下去 你买位阶比较低的 但是同质性 这个叫群聚效应 那或是呢 他涨上去了 他本益比拉很高 他把同族群的指标个股 他的一个本益比可以拉得很高 但是你的本益比没有像他这么高 那有一定的机会 我举例我们在之前谈到的 风力发电就是这样 风力发电以前的中兴电 永远是十倍 你会发觉他这次就是二十倍 就是我跟大家讲的 IRA的一个关系 那我们先来看看 这样的一个逻辑 大家有没有发觉到 天狱先涨 对 联永先涨 现在就涨到群创跟尤达了 对不对 那你有没有发觉到 LCD相关的零组件 今天是法人买超 但是法人在卖超天狱 那而且呢 在这种过程中 他还是买进群创 所以你一定要留意到 股价就这样 上游涨完 他会往下游流 就跟水一样的一个意思 那因为他们都涨太多 那我就建议一个比较没有涨的 刚刚从直律的一个角度 2352的一个加仕达 请问加仕达有没有投资 明基财 就是同一个群 就是他的对不对 那他投资的明基财 他有没有投资 明基财我们投资四洋 大家知道四洋最近标翻了 那请问你 他呢会不会像尤达不亏钱 他不会 而且他会不会本益比很高 不会 而且他位阶很低 因为预估2022年 这是我的预估 去年因为他会卖很多的转投资 所以他会赚到4块到4块半 前三季已经上来了 配息应该会2块以上 那本益比有没有很高 本益比很低 高值律率 EPS4到4.5块钱 这算起来还不到8倍 那如果我就问你嘛 说如果公布出来 他去年赚4块半 然后说我要配2块半或2块 那你就有没有机会涨 OK来看一下加仕达 今天收在29.6块钱 那你来看他长期一点 他就比较位积比较低 可是如果我们看长线 以前在友达会涨的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友达 这是不是前年 对2020年到2020年 这一段 然后对比到加仕达 加仕达2 一样是这个 你看 所以我就说 你干嘛一定要去追 涨那么多的友达 为什么不去看一下 加仕达的机会 了解 OK 好 加仕达 好 接下来同样的逻辑 怎么叛应在群创 那为什么呢 因为之前 你知道18.95的一个友达 当时候群创他就是沉在谷底 可是最近的群创呢 我们就跟他讲说 反正只要跟车用的都特别会涨 那你觉得MIH会下订单给友达吗 还是下订单给群创 给群创 对嘛 所以目前预估 2022年 他的亏损会 应该说2022年跟2023年比 他的亏损会慢慢减少 3月份的报价会上来 但是我必须强调 以目前的报价 友达跟群创不会赚钱 因为还没有到损益平衡点 那他现在主要原因就是 因为你没有到损益平衡点 你中国大陆就会不做 你中国大陆不做了 你的报价就会上来 这是这样的逻辑 所以景气循环股 要买在什么 高本益比 就是亏钱的时候 因为大家没赚钱 高本益比 要卖在什么 第一本益比的时候 刚刚汉神大哥已经秀给大家看了 2月17号大量缺口14.15不破 你可以去做一个买进 我回来看一下群创2月17号大量的缺口 有没有 我们把浮标移到2月17号 你来看 他为什么说这边呢 因为他这个缺口 你的大量是在这边嘛 对 可是你这边有个带一个缺口 所以你就要看这个缺口 而且为什么我要叫大家看这个呢 你来看看 他这个是不是景线的位置在这里 那尤达还没过 他已经过 所以如果按照技术面 是应该操作群创 可是你如果按照位阶 跟殖利率 因为尤达就规定你 反正我两年就给你三块半 所以才会说17.5随便买 那原因就在这里 OK好 这是加世达跟群创的逻辑 接下来呢 好 那我们就说 请问氢燃料电池的除能 高利本益比是几倍 40倍 中芯电的本益比是几倍 20倍 那我刚才讲说IRA的意思就是说 你如果买中国大陆的利 我要给你科中税 27%最低7% 可是如果你买美国 他们是州法嘛 譬如说我是某一州 你如果买我美国的 减税 最高可以减到30% 一来一回是不是差60% 好了 那就今天有一个 外资跟同性同买 叫8171的一个天宇 那天宇呢 他今年是赚4块到4块半 你乘20倍 现在股价多少 63天 有没有空间 如果跟他们比 跟他比有空间 那另外一个 我刚才有讲 如果你买美国的 你可以减税 那这个是全世界 前三大的除能公司 叫做普威 普威 他是在台湾独家的供应商 那我刚才讲 IRA 这样请问你 他是不要买美国的 你买中国的要磕税 你买美国要减税 那他是美国公司嘛 他就IRA的最大受贿公司 去年两块钱 今年是四块钱 成长一倍 那你不管怎么样 去算本益比 他就有一定的一个空间 在这里面 那不破52 或是月限的时候 去做低接 那个52就是大量区 来看金收63.3块钱 你看这个是大量区 不破这一个 或是不破这一条月限 你都可以去做买进 你看今天一滴 法人就同步都去买进 外资跟投信都是同买的 因为他虽然是这样子盘 但他没有喷出过 所以这种个股上面 会相对性的安全 好一个面板 然后再来是能源 再来看到光学镜头 那光学镜头 大家说 四阳大家知道 本益比几倍吗 25倍 我跟大家讲说 没有25倍 我先讲 那时候才200多块 那大力光 大力光也没涨到 可是大力光是15倍 我就看那这两个呢 现在都比较贵了 那其他较低本益比的 镜头有很多 我就举例郁金光 因为他是最低的 因为我算了一下 他是最低的 大家知道他今天 有个很大的消息 就是郁金光 他要做资本支出 扩大 他是扩大 他不是缩小 缩减 他是扩大 因为他要用来做VR 那VR里面来讲 我想看礼拜一的节目 我就不多谈 就是他的镜片要比较多 他的平均售价也比较高 当然没有所谓的手机那么高 可是问题是 全世界前三大品牌 未来VR的世界 就是Meta 量最大 过来是Sony 再过来就是苹果 那谁能够接这三个订单 只有一家 就是郁金光 所以他会是最大的受费格 那去年大概30块 今年是33块 那请问他的本益比才几倍 10倍出头 所以这个只要是368块钱 到月季线之间 你可以去做低借 我都有操作建议在这边 OK 那请问大家知道 德韦本益比几倍吗 20倍 台办本益比几倍吗 15倍 那所以有没有车用的电子 价格被低估的 不到10倍的 车用的可以不到10倍的 应该找不到吧 很少 那我刚刚讲说 那就3665的茂连 去年大约是25到26 今年大约是在28 那明年是在31 不是我说的 这是摩根斯丁利说的 摩根斯丁利呢 他把他的目标价 从305调高到350块 那我觉得这档个股 反正就是10倍不到 不然你要怎么样 对不对 那月季线的附近 可以去做低接 那现在我放了一个 就是星星在这里 当然如果今天联电 公布我也会放联电 我会我会放在星星 大家现在都在讨论AI 可是都知道细致材 才是真正AI 因为我们说资源 资讯软体的一个部分 他会掌握在什么 欧洲跟美国 他不会给我们台湾 去做软体设计的 他会掌握住 可是细致材 美国缺这一块 他一定会要靠台湾 可是你细致材到IC设计 到PCB中间 你一定要有个ABF 那你怎么可能发展细致材 你的ABF会不好呢 所以我而且AI这种东西 10年后你才会看到成果 所以我觉得在这种过程中 刚刚也看到了嘛 星星 星星以前有够低值率率的 你知道吗 我第一次看到星星挂牌以来 高值率就是这一次 他公布配息8块钱 快6%的值率率 那本益比呢 我就跟大家讲说 去年是20.08 我今年算很差很差 算很差 也会有15到17块 请问现在是多少钱 133 也就是说不管你怎么样看 你基本上你就是会低本益比 那有人估 后年他会跟台积电 因为他是台积电的相关公司 会同步再去做成长 所以这种公司里面来讲的话 我觉得AI就缺乏不了ABF 那如果明年里面台积电会大爆发 他就会大爆发 所以你可以在120到月线之间去做低坚 星星我来看一下今天收133.5块钱 所以120块钱的区间 你看这边是不是就是120 是 这边就是130月线 所以说在120到月线之间 你去做低坚 那你的风险基本上我就讲 你就算殖利率你拿到 就算怎么样 我说我用最保守的估计 去年20块 今年15块可不可以 那你还是低本益比 那你再看3665的茂林 我帮大家选的都是比较低积极 来看长一点点 你要看够不够低 所以这种个股就是眼高手低 比本一比比位间 这就是最好的方式 谢谢淑芳老师 请先回座了 所以有一些高人气的族群 最近不管大盘怎么盘 他就是拥有人气 就是拥有题材 但是眼看着这些个股持续的创高 不敢追怎么办呢 今天淑芳姐帮大家找出来 有一些眼高看着题材 看着创高股一直涨 可以找一些手低 低本益比也好 位阶相对的低 可以进行布局 提供给您做参考了 同样的逻辑 一些涨不停的个股 到底下一档会是谁 汉晨老师告诉我说 量能有端倪 底部开始出量的 不一定会涨 但是大涨的一定会看到 一个端倪就是 在底部开始出量了 怎么从量能来巴掘大黑马 休息一下 汉晨老师告诉您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